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除了要關心香港之外 其實香港也沒有什麼關心 羅冠聰今天說 建制派 沒有了民主黨 所以現在已經發瘋了 看到屎坑立即過去攬 我說南韓 播錯哥哥那件事 我們其實應該更加關心美國 2024年總統大選 川普宣布 正式參選 2024的總統選舉 拜登是 跟他鬥噴的 在2020年大選中落敗的特朗普 一如預期在美國時間11月15日 宣布參加2024年的總統大選 並再次提出 要讓 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 現任總統拜登也有準備 特朗普在海湖莊園宣布競逐之際 拜登就在社交媒體上載了一條 特朗普辜負美國的短片 諷刺特朗普任期內的問題 特朗普在海湖莊園宣布 啟動競選工程 在場有大批支持者支持他 即是撐場 特朗普宣布決定的時候就說 兩年前美國曾經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很快就會再次偉大 他又說 將會取消拜登政府的防疫政策 重新聘用一拒絕打針被開針 因拒絕打針被開除 的軍人 OK 這個好 我支持 另一邊商 拜登的影片就說 特朗普任內各種政策失敗 令到富者越富 貧者越貧 失業率高企 和煽動衝擊國會等等 那就好看了 那 我想都不用這麼說 我總是拜登 的支持者 不是 說錯 我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看他怎麼收中國 在普京的時候 他如他所說 如果他在任根本都不敢打 俄羅斯都不敢動 烏克蘭 希望 不過還有兩年 慢慢 這些局勢 看看是怎樣 這些國際局勢 要看看沈博士 那邊有什麼說 看看他今天出不出片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回體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有能力的Patreon支持 拜登 UX Donald Trump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